难道是他 你可还记得我 我们连剑都没有见过 如何来得记得了 西玄太常宫弟子姬若晨 见过仙子 来 云中居的 你第一次来西玄吧 刚见面就动手动脚的也太没规矩了 别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就为所欲为 我还当是谁呢 这不是那个抢别人功劳又喜欢逞能的野丫头吗 你别说 你今日穿成这样 我还真是没瞧出来 我还以为哪儿请来装神弄鬼的神婆 画成这样吓唬吓唬自己得了 若是还眼热见不得别人好看 那可就真有点没平没俩 我还以为是谁呢 脸蛋子还疼吗 是不是今日又皮痒了 想让我再赏你一巴掌 我告诉你 这里可是我张音音的地方 请你放尊重一点 喂 野丫头 我哪里说错了吗 时机 不得无礼 我说你们云中居 哎 冲动 原本以为你们云中居这次来是来切磋记忆的 没想到是来比美的 看来堂堂的云中居也不过如此 都是一帮肤浅之辈罢了 早知道我们就不会浪费这个时间 以礼相迎你们了 别浪费时间了 走吧 走 走 对了 如果真的要说起比美的话呢 这位姑娘确实还可以看 至于你 不过这里最美的还是我们大师姐 就是 你说那个姑娘长得不错 怎么都不错法 我就这么一说 你就这么一听就行 我不管 反正你就是说别的姑娘长得也好看 你还生气啊 别闹生气 晴晴 我就这么一说 那你说 谁要看 当然是你啊 记 若晨 你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吗 你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吗 一是来道歉 二是来叙旧 叙旧 这从何说起啊 况且秋水师兄他们已经休息了 关于青史之谜 若想知道就随我来吧 九日辰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这青史 便是我送给你的 吓我一跳 原来是又一个把我认错的 就这块石头啊 这块石头 这世上有千千万万块 而且这是我娘送给我的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绝不可能 她对我是有感应的 就算只有缘分 那也是前世的缘分了 过去就让它过去好了 为什么到现世还在纠缠不清啊 季若晨 一定是你先时未开 才会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虽然我的先时也未完全开启 但我记得 你我曾说好 天地为正 轻时为平 你答应过我 你会等我的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季若晨 我一定会让你再想起我的 这块破石头 我要不是看你平时还有点用 我早就把你给扔了 我早就把你给扔了